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啊 这两个三角形呢 大小是一样的 好 我们看看这一边有两个大小一样的正方形 对不对 还有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也是大小一样的三角形 现在啊 老师想请同学们呢 利用这一些图形拼一拼 看看能够拼出什么样的图案呢 假如 我们啊 用这两个相等的三角形 可以怎么样拼呢 有的同学啊 非常聪明 可以把这个三角形啊 这样翻过来 然后呢 和这个三角形拼到一起 因为啊 他们两个是相等的 所以呢 这一条边和这一条边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他们啊 肯定就能够重合 好 同学们现在试一试 看看能拼出什么样的图形呢 很好 有的同学啊 已经拼出来了 像这样呢 把两个相等的三角形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图形 对不对啊 它们的最长的这一条边呢 重合了 这样的一个图形叫做什么图形啊 同学们回忆一下上节课老师讲的内容 我们看到它有四个角 有四条边 而且啊 四个角的大小呢 并不相等 可是啊 每相对的两条边是平行的 而且呢 长度是一样长的 对不对 诶 有的同学啊 一听到老师说平行的 就立刻想到了 这个图形是什么呢 平行四边形 非常好 也就是说 我们啊 用两个同样的三角形呢 可以拼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 这个呀 是用两个三角形来拼 同学们再试一试 用老师给出的这样的六个三角形来拼呢 试一试 把这六个三角形可以怎么样来拼呢 同学们 赶快开动你的脑筋 很好 有的同学啊 已经拼出来了 把这六个三角形啊 它们的最尖的这一面都摆向里面 可以拼出这样的一个图形 是不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图形呢 很好 这样的一个图形啊 它有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条边 我们把它叫做呢 六边形 它呀 就是用我们这六个相等的三角形拼出来的 对不对 很好 那么同学们 再来动手试一试 如果用四个相等的这样的三角形呢 可以拼出什么呢 诶 有的同学啊 已经很快的拼出来了 说 老师 我用这四个相等的三角形啊 按照这样拼 我呀 拼出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三角形 对不对 很好 我们呀 把这两个红色的三角形 摆在这里 把两个蓝色的三角形呢 摆在旁边 就拼成了一个更大一点的三角形 对不对 所以呀 同学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用比较小的一些图形呢 能够拼出一些比较大的图形 对不对 同学们再来试一试 把刚刚老师给同学们的两个一样大小的长方形 来拼一拼 看能拼出什么样的图案呢 有的同学啊 已经想到了 把这两个长方形挨到一起 就能够拼出这样的一个更长一些的长方形 对不对 它的两相对的两条边是一样长的 这一条和这一条一样长 这一条边和这一条边呢 也一样长 四个角啊 都一样 它是一个长方形 还有没有别的拼法呢 对了 有很多同学啊 把这两个长方形呢 就这样摆到一起 是不是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图案呢 很好 这样的一个图案呢 是一个正方形 对不对 非常好 同学们啊 可能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用不同的图形呢 可以把它拼在一起 组合成一些其他的图形 比如说 现在呢 老师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七桥板 这个七桥板啊 在同学们的学具盒里面呢 也都有 请同学们拿出来 和老师一起观察一下 好不好 好了 同学们拿出来了以后呢 首先啊 老师要告诉同学们 七桥板的故事 七桥板呢 它是我们古代的一种 拼板的玩具 它呀 有一个正方形 同学们找到了吗 对了 在这里 这一个正方形 还有一些 其他的什么图形呢 很好 同学们看到了 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平行 四边形 对不对 还有什么图形呢 很好 同学们都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这里呢 也是一个三角形 也是一个三角形 这个红色的呢 也是三角形 对不对 这个呢 还是三角形 最后还有这一个蓝色的三角形 对不对 一共有几个三角形啊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三角形 对不对 所以呀 七桥板这个玩具呢 它是由一个正方形 一个平行四边形 和五个三角形来组成的 这样的玩具呢 它是我们古代啊 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发明的 我们呀 可以把这个七条板呢 拼成不同的图形 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七条板啊 是用来做一个桌子 然后呢 有四个人吃饭的时候呢 就把它拼成正方形 有更多的人吃饭的时候 可以拼成 比如说长方形 这样的图形 好了 这么神奇的玩具 是不是同学们很想试一试呢 那么好 请同学们呀 拿出自己的七条板 然后来试一试 拼拼三角形 看看谁拼得多 好不好 老师给同学们三分钟的时间 好了 现在呢 同学们啊 可以看到 有两位同学 这一位男同学 和这一位女同学 这位男同学啊 他叫做小明 小明呢 他呀 拼的三角形有两种 他呢 用两个 比较小的 相等的三角形呢 拼出了 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还有呢 用两个比较大的 然后呢 按照同样的这个方式呢 也拼出了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三角形 还有其他同学的拼法 我们来看看 小力同学是怎么拼的呢 小力同学啊 他呀 用了一个三角形 一个平行四边形 对不对 还有另一个三角形 拼出了这样的一个图形 还有没有别的拼法呢 我们看到 小力同学啊 还用上一个三角形 一个正方形 还有另一个三角形呢 也拼出了一个三角形的图形 对不对 并不是只有用三角形 才可以拼出三角形的 对吧 像我们的小力同学呢 用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 也拼出了三角形 用三角形啊 和正方形 也拼出了三角形 对不对 小力同学啊 还有另外一种拼法 就是用三个三角形 两个比较小的三角形 拼成了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三角形 放在旁边 它们三个啊 就构成了一个 更大的三角形了 对不对 请同学们啊 自己更多的去尝试一下 体会一下 七条板 是一个多么神奇的玩具 这节课啊 我们呢 学习了 如何从我们认识的图形里面呢 拼出其他的图案 而且啊 我们还知道 想要拼三角形的话 并不是只有三角形可以哦 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 或者三角形和正方形 也可以拼出三角形 对不对 好了 请同学们啊 回去以后呢 自己好好地试一试 然后呢 认真地完成课后作业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分属于 下节课 如果生还记得了 我们下节课